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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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月楼都在这里哦 在这里荷花种植区域将近一千某 而且呢在这边荷花的品种啊就七百多种 税帘就有六十多种 可以算是上海赏和品种最全的地方之一 新邦镇位于上海松江区 历史悠久 荷花文化极点深厚 早在一千五百年前 新邦由于地方小 何以多 寻思荷叶 故称为荷花地 也开始了种植荷花的历史 原朝时期更因变植荷花 莲花秀眉 景色宜人 因而又得芙蓉镇美名 其实呢在没有来到这边之前啊 我对荷花真的不是很了解 这个虽然身后荷花那么多品种 我觉得在我看来都一样啊 比如说什么黄色的 红色的白色的 其实这边的荷花品种 有很多很多讲究 那我今天呢 就请来了这个荷花基地的 一个负责人田老师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田老师你好 你好 那看像这朵荷花 它是白色的 发瓣很多 发瓣很细 看起来像个扫月 所以就叫白扫月年 这是什么荷花 这个荷花的名字叫友谊牡丹年 这个名字很特别嘛 对 因为它是中国年 跟美洲年杂家的第一个品种 所以就叫友谊牡丹年 原来是这样子的 对 发瓣很多 淡黄色的 很好看的这个 我以前以为莲花 就是这样薄薄一层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瓣的 这么多不同品种的荷花 小朋友可以来掌掌知识 阿姨们也可以来拍美照哦 这个莲花的名字很好听 万维莎 它是属于哪一个科系的 对 这种税年 是雷武年 由泰国的一个税年专家 育种的 是当年雷武年世界冠军 这个莲花里面 它有排这个排名的 对 它每年育种人 把自己育的品种 拿到世界园育水生学会去评比 然后产生冠军之类的 它是雷武年的冠军 这个品种呢 还有一个名字 就叫百变万维莎 它会随着温度的变化 生长周期的变化 而成那个颜色有所变化 它最终有可能变成 一半红的一半黄的 也可能变成全红的 也可能变成全黄 当然像万维莎 这样少见的睡莲品种 这里还有很多 它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绽放着短暂的美丽 荷花节截止日期是 10月15号 最佳的观赏期是 7月到8月 所以想看的可要抓紧啦 新邦荷花园 上海荷花观赏 最全地之一 刚赏完美景啊 我们当然也要去尝一下 这有新邦特色的农家菜 刚刚呢田老师跟我介绍了 一个农家菜说特别好 不仅菜很好吃 而且这老板很有特点 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吧 因为荷花园附近 大多是种植区 所以很少有农家菜馆 但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 开车只需要10分钟 在当地的南厂村 到了 这里就是石金农农家乐 其实这边的农家乐 和我们以前看的那种农家乐 感觉有点不一样 这边就是在自家里面 建的这样的一个农家乐 你看啊 这边就是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里面呢 用的就是大锅灶台 不仅如此 屋内的装饰也不走行长 都是农耕用具 最有意思的 还是墙上挂着的 这长长的本地土画版 其实虽然我作为上海人 我很多也不认识 哦 跟我说的 比亚末 这是躲猫猫的意思 然后还有看看啊 这个是我们上海人 就很喜欢玩的 所以说在这边啊 充斥着各种各样 有这种本土封面的东西 我觉得已经很久没有见到 这么有味道的农家乐了 带你感受外婆家的味道 石金龙农家乐 远离市区的喧嚣 来这里感受一下 静谧的农家风情 涓涓流淌的井水 趁着阳光刚好 农户们都会把家里的柴火 拿出来晒一晒 还有这样洗衣服的方式 有没有勾起你过往的记忆 那个有个性的老板 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哪里这 没有 那边有一个穿着那个农家乐衣服的 我问问他 不好意思 你好 你们这边老板在哪里啊 我就是 您就是老板 对的 没想到一不小心碰到老板 老板可是你这个 怎么不在家休息 怎么今天还到这边来看店 前几天不小心骨折了 骨折呢 因为我们这边回来的 当你们都是亲戚而不是客人 所以你们亲戚来我肯定就说 我们乡下的习惯 一定要在家等着你们回家 老板 那你这边农家菜 有没有什么菜单 什么给我看一看 对不起 我们这边没有菜单的 因为你既然到我乡下来 到我家里 对吧 那么我们就说有啥吃啥 回到这里就是家里的菜 是妈妈的菜 这里的食材 都是从各个农户家搜集的 蔬菜随时吃随时摘 摘来的丝瓜 直接做成这一道 丝瓜炒土鸡蛋 河里抓来新鲜的昂刺鱼 小鸡鱼 龙虾和毛蟹 分别做成两道菜 红烧杂鱼和毛蟹炒毛豆 也有非常农家特色的炒咸肉 但是这里面加入了 你一定想不到的扇丝 看着这满满的一桌子菜 看着就觉得好有食欲 好想吃 不行了 开动了 吃鸡前你先看一下这个 这什么东西 任务 既然来到乡村 当然要体验一下乡村的特色 想要吃到这一桌子菜 必须要完成 生火的任务 我还得去生火 好吧 看来我第一次还蛮有经验 烧起来 烧起来了 对 我要给它放一放 失败 我感觉这个应该到了普通的大火的程度吧 嗯 好了 不难为你了 剩下的交给专业人士吧 文学家蔡翔曾在自己文章中写道 吃烟都仙要配饭 而配的饭就是现在大厨所做的猪油菜饭 其实呢菜饭不难做 难的就是这越来越少见的土造大锅 和大家聚集一起吃菜饭的气氛 所以一定要来这里尝一下 而且是免费供应的哦 嗯 真的好吃 它这个饭呢就是那种很有嚼劲 而且特别特别的香 没有大型的设备 没有复杂的步骤 厨师呢也没有料饮的经历 就是新帮土生土长的香厨 但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一道农家葱油鸡 就成了很多人来吃过就忘不掉的味道 哇 尝尝看 嗯 哎 这个鸡的味道呢 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特别香 这种清清淡淡的 没有加那种特别特别多的酱料 但是就是能够体会这种鸡原生态的那种香味 石精露农家乐 感受淳朴农家风情 品味新帮农家美味 像现在天气这么热哦 当然是要降降温了 给大家推荐Mr.Kuma 雪之乐园一定不能错够哦 通常呢我们去冰雪乐园都要裹着大棉袄进去 对不对 但是在那儿呢就完全不用 你只要轻装上阵就可以了 因为馆内啊一年四季都保持着17到20度左右 另外呢大家可以玩堆雪人呢 打雪仗啊滑梯等等 那大一点的小朋友呢还可以体验刺激的滑雪项目 丝瓜 茄子 西红柿 这是带我们来到了蔬菜采摘基地 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采摘基地呢 跟平常我们看到的采摘基地不太一样 大家也看到了我是撑了一把伞对不对 平常我们可能采摘都是在大棚里面 但是今天是露天的 并且我还不是站在地上 是站在屋顶上 说的就是这家藏在商场楼顶的小蜜蜂农场 开在购物广场的四五两层 一万两千平米的游玩区域 是集采摘游乐场蒙宠派对工艺为一体的屋顶农场 小朋友在游玩的同时还能增长知识哦 这里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已经来过了 在这里小朋友可以磨豆浆 喂养小动物 跟小动物们来个亲密接触 甚至还可以在屋顶上骑马哦 一位来这里玩的以一到十二岁的小朋友为主 所以马儿挑选的也都是体型较小的 保证小朋友的安全 那为什么今天我又来到这儿呢 是因为今年除了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骑马 望养小动物磨豆浆之外 他们还添加了十多项的项目 并且很适合夏天来玩哦 有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喜欢的金式设计 最近非常流行的高空滑梯 年龄再小一点的可以玩这里的捞小鱼和树沙池等等 那现在因为正好是夏天嘛 他们还添加了很多水上项目 其实去游乐场玩已经不稀奇了 在屋顶上玩水才稀奇哦 而你看到的水上项目是包含在门票里的 不需要额外付费 同时也不现实哦 但是在水里游玩 钟亮怎么不穿泳衣 穿成这样是要去捕鱼吗 哎 我当然是要来捕鱼啦 告诉你们这个项目叫做农夫捕鱼 小朋友在这捕鱼呢不仅可以锻炼注意力 而且还很好玩哦 不说了我要赶紧去捕鱼啦 这个农夫捕鱼呢看似很简单 但是其实还是蛮难的 这个鱼游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啊 唠叨一跳 捕捕鱼的鲫鱼和泥丘 都可以不用国外付费带回家哦 宝宝们们如果带宝宝来这里的话 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项目呢 就是这个泡泡秀 大家看一下这漫天飞舞的这个泡泡 是不是有点像冬天的雪花 而且现在正在下着小雨哦 但是也阻挡不了宝宝们游玩的心情 这里的泡泡是由经过检验合格的泡泡粉打出的 在泡泡秀不远处就有清洗台 直接清洗干净就可以啦 小蜜蜂农场 藏在商场上空的农场 尝试不一样的亲子体验 完了这么多项目之后呢 当然会有点饿了 那你也可以去七宝谷镇品小吃 但是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去新店 尝大餐跟我走吧 重量带我们来到了 驱车不到十分钟时间的宝龙广场 那到了就是这里啦 我说宝龙广场有三个多美食 你就带我们来一个外面窗口啊 你看这些全部都是上海有特色的 比如说什么糖醋排骨啊 醋猴鸡还有这个酱牛肉等等等等 并且全部都还是用了三十多年处理 国家一级烹饪即时的大厨做的 那不是外卖边煮边吃不太方便吗 当然呢这些全部都是让大家在品尝完美食之后呢 如果不想做饭打包带回去的 肯定不能让大家只吃外卖对不对 跟我来 其实在熟食店的二楼是一家本邦面馆 私人定制蛋糕常见 私人定制菜品也常见 但是私人定制面焦头是不是很少听说过 但是在这里只要能想到的本邦焦头 大厨都可以帮你做 但是有人要问了这本邦面虽然很不错 但是之前说的大餐在哪呢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呢 只是今天要介绍的餐厅的一部分 你只要再往前走几步 看到没有 这家店呢叫做汤衣扇中国餐厅 老板呢非常阔气地租下了两栋别墅 一栋啊专门做这个熟食和面馆 这一栋呢专门做传统本邦菜 不走寻常路 汤衣扇中国餐厅 在这里不管是面馆 熟食和菜品 老板只做本邦 这里来的大部分食客 也都是冲着他而来的 汤大厨 国家一级烹饪技师 厨龄三十四年 曾担任2008年奥运会运动员烹饪总厨 汤大厨你好 你好 其实特别想问您一下 因为您已经从厨三十多年了 应该来说什么菜都会做 那为什么还是选择做本邦菜呢 应该本邦菜比如说这道油门胶白 但胶白必须是清普炼糖的 还有这道蛤蜊咸肉烧六月黄 传统本邦菜有新鲜菜头 做的草头圈子 圈子只用直肠那一段 还有现在很少做的 咸淡肉饼蒸臭豆腐 更有夸张地说 要用十道菜的时间 才能做好它的长肺汤 但这些大厨都没有 推荐给我们的重量 居然推荐的是 零的十 烂胡肉丝三千 就是这个 但是烂胡肉丝五是知道的 虽然说这个老少皆宜 但是不就是白菜炖肉丝吗 不是啊 快快点吃 能快就有几大 其实可以吃 从整个开供到秤 到销 日常到复运 而且运营 他要在上次 两个吃 最佳胀的吃 内温是能够受苦 无关这么多人 真的啊 跟你知道故事也哪里 因为很多 烂胡稜 尝到烂 不止烂 站到八十五 甚至级两个公圣 現在我現在開始小午 現在他有了 只有什麼時候 我表情一斤 兩斤 我整個時候 一人也吃得到紅色 弄開紅色的時候說 發酷了一斤 至於弄得牛絲 我就想出來覺得這個 牛絲 譬如說打不出來 單一湯 香腸湯 吃這個 單一湯 很濃 你都吃不幾乎 倒嘴雞化 很濃很濃 我覺得老人小孩特別適合 它裡面所有的這個湯汁 應該都是這個白菜的菜脂 吃到嘴裡是特別爽口的 而且它兩個燉在一起之後 真的是白菜吃起來 會有肉香味在裡面 對 這道菜想要做好 除了選用新鮮的豬腿肉外 第一個關鍵在於刀工 這道菜不管是切肉 還是切白菜都是非常的講究 肉片不能太薄 肉絲每一段間隔要基本一致 白菜梗和白菜葉要分開 而且白菜梗還要改刀 切的時候節奏一定是均勻的 第二關鍵在於煸炒 肉絲放在鍋裡需要快速煸炒 火一定要足 能將肉絲的香味炒出來 白菜要先燒菜梗再燒菜葉 菜梗不太容易熟 一起炒製的話會讓菜葉變老 已經有點能體會到大廚說的 菜雖然家常 但是能做好的沒有幾家 第三個關鍵在於煨 所以一般大火煮開後 會轉小火微二十分鐘左右 第四個關鍵在於收汁 一定要把多餘的汁水收乾 直到完全看不到水泡 這樣水分才能完全鎖在菜裡 今天有幸地看到了地道的爛虎肉絲 是怎麼做的 湯一扇中國餐廳 帶你吃地道本房菜 好啦 今天節目就是這樣 祝大家週末玩得愉快唷 島姿島黑 大家也都來 下週同一時間 我們不見不散了 我是王燕 拜拜 好時代 我在上海 大家都在 美食情報天天搜索 玩樂榜單日日翻新 那麼脆的麵包包哪裡找的 這個呢 只有碗式才供應的 在這個鱷兒店裡吃過牛杂 有在牛杂店裡吃過火鍋嗎 這是一份盡興為你製作的 美食排行榜 為你附上吃喝玩樂一網打盡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遊度假的感覺了 吃過不就不能吃過 更正宗 這是上場式的傳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資訊 鎖定陶醉上海 鎖定陶醉